不要动武器 自右侧加油 三米 飞机不要晃 一米 两米 一般越接近呢 有些飞行员心理素质不好 他不敢上了 因为他自身克服不了 自己的那种压力和紧张 一米 拍满了 飘着没可能 飘着就不行 我请大家吃鸡蛋 它这个方的鱼 特别有种精度 这个瓶子玻璃的嘛 而且底下还不便宜 如果方的鱼 稍微滑一点它就倒了 好 鸡蛋稍微偏一点 瓶子可能就会和鸡蛋 一起掉落 升空级作战 一架架战机力见空天 执行着针天探海 战备巡航的任务 那么什么装备 能有效延长战机的 制空时间呢 一辆辆装满物资的军用重型塔车 快速平稳地行驶在各种复杂显要的地形上 那么为了更好地完成实战化运输任务 驾驶员要练就哪些出神入化的驾驶技能呢 有点靠线 然后重新来一动 进行第三列 加油 加油 大洋深处 一枚枚导弹从舰艇上腾空而起 精准摧毁预定目标 那么想要将这些导弹 从陆地安全装载到舰艇上 又需要练就怎样的绝活呢 请唐队长参加车车 比赛开始 它这个方程的要求比较 进度比较高 稍微拼一点 从翱翔在空中的战机 到分驰在陆地上的重型军用卡车 再到驰骋在大洋之上的战舰 这些体型硕大的装备 在训练中 却要练就穿针引线的精细活 那么在军营版的挑战不可能里 面对一项像摒弃宁神的精细作业 官兵们是如何操纵这些钢铁硬汉 完成绣花绝技的呢 放软管 这一天是海军航空兵某团 一大队巡员陪阵前 第一次进行空中加油训练 而带领他的教员 是大队加油机上飞行时间 最长的加油师 李水文 李水文 加油机空中加油师 主要负责空中加寿邮的指挥 他的指挥位置 就在加油机尾部的这个座舱 现代海战 没有制空权 就没有制海权 之所以这样练 目的是为了加速发展海军航空兵 远程作战能力 为挺进深蓝的海上作战编队 提供可靠的空中支援 在实战化过程中 这肯定是 不可能说两架飞机在一块商量好 什么时候加油 真正战争它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训练要紧接实战 空中加油 可使作战飞机增长航程 延长制空时间 增加有效载重 是衡量一个国家 远程空战能力的重要标志 然而 空中加油 因其危险性高 难度大 又被称为 空中穿针引线 即便李水文 有着22年飞行经验 每次加油 也是如履薄冰 就是对我们来说 现在就是说 不可预测的东西更多一点 就是在空中 因为前期准备 现在就是说 都压缩在空中去了 第一次进行空中加油训练的 学员培证前 虽然早就将每一个操作步骤 牢记于心 但此时依然有些忐忑 标动如期 自右侧加油 可以加油 慢慢慢慢离近 越来越大是吧 就是感觉 有的时候 它确实速度比较快 我喀一下就贴近了 挺害怕的 随着战斗机和加油机之间的距离 逐步缩小 陪阵前 突然感觉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 向它袭来 面对如此高难度 且危险性极高的科目 巨大的紧张感 笼罩着第一次操作的陪阵前 到我状态好 保持住 不要动我 稳住 然而令陪阵前没有想到的是 平时在地面训练 要求异常严格的教员理水文 此刻却变得温和了许多 一到空中的时候 它就一个状态 特别温和 就是感觉那种慢慢的引导似的 你慢一点 往前赶一点 经验丰富的里水文深知 在空中加寿游的关键时刻 指挥员讲出每句话的语气 都会直接影响着飞行员的心理状态 和操作幅度 按照教员理水文下达的口令 战斗机飞行员正在向加油机靠近 三米的距离 是指从战斗机的寿游追头 到软管连接追套的距离 追套位于加油机的油管接口处 但是受高空气流等因素的影响 此时追套的晃动幅度很大 飞机比较晃 现在好的 追保持住 现在高度好 速度好 明白 两米 保持好间隔 看看我们的飞机 他就像看到一个山 或是一堵墙 就挡在他的前面 但是他又不得不往上上 他又不得不靠近我们 这些外军的资料画面显示 出现空中加油失败的情况 大多是因为飞行员的操作不当引发的 空中加油时 哪怕操作感有丝毫的偏差 也会危及加油的成败和飞行安全 因此这个课目也被飞行员称为绣花火 面对高风险的飞行 李水文除了稳定学员陪阵前的情绪之外 还必须指挥战斗机飞行员 克服心理上的恐惧 继续保持着和加油机的编队 一般越接近 有些飞行员心的素质不好 他不敢上了 为什么 因为他自身克服不了自己的那种压力和紧张 我们只要鼓励他 两米 一亿米 现在高度好 状态好 保持住 越往前 追套的晃动更是没有规律 危险一触即发 那么第一次在空中操作的 飞行员能不能对接成功呢 由于心理压力过大 导致操作变形 第一次尝试加油的战斗机飞行员失败了 这是战斗机飞行员第二次尝试加油 由于错过最佳对接时机 这一次他又失败了 缩减高度差 好的保持住 空中加油训练 原本就会让飞行员耗费很大的精力和体力 而在进行了两次对接失败之后 这名战斗机飞行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 那么作为第一次执行空中加油任务的陪阵前和战斗机飞行员 在教员李水文的指挥下能否最终完成这次任务呢 在李水文的鼓励和指挥下 这一次战斗机的授油追头和加油机的追套对接成功了 现在加油很正常 高的好 保持住 加油速度很好 如果说空中穿针引线的训练 惊险刺激 让人捏了把汗 那么在陆地上 当特种驾驶遇到了重型军用卡车 又会演绎出怎样的精彩呢 我请大家吃鸡蛋 它这个方式有特别有处精度 这个瓶子玻璃的嘛 但是底下还不平 如果方式不稍微滑一点它就倒了 好 鸡蛋稍微偏一点 瓶子可能就会和鸡蛋一起掉落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这些高大威猛的军用卡车 似乎速度和灵活性和他们沾不上边 可是当他们被掌握在北部战区 海军某基地的汽车兵们的手中 一切竟变得如此不可思议 这一天 体型超大的重装运输车 不光要被汽车兵们拿来当赛车开 更要开着它挑战定据飘移入库 飘移最考验汽车兵的基本功 必须经过长年的训练 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状态 距离战空你们希望是在几米 8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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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希望是8米 8米5 刘景亮参加过两次阅兵 既是教练员 又是方阵基准车的驾驶员 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汽车训练营中 刘景亮北宫认为是 驾驶技术最好的人 我们排长可能就是 不管是咱们这边单位 还是其他单位 包括人籍片里 比起我排长人民 基本上大部分驾驶员中的人民 就是知名度可以说是相当高 而张思宇 多次获得优秀教练员的称号 是全营公认的新进车神 为了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 盈利决定进行一场 高手之间的巅峰对决 规则比赛场地的长度为25米 模拟车库前后各有一辆卡车 参赛者从100米以外的跑道 将重达6吨的卡车 以180度飘移的方式停进车库 车身路库80%极为成绩有效 碰到任何标志物极为挑战失败 新进车神张思宇提出 要把挑战的间距从9米缩小到8.5米 而老车王刘景亮更是起初显招 竟然提出要挑战8米的间距 把间距缩短到8米 这就意味着一辆车身长7.2米的卡车 飘移入库后 车辆前后的空间大约只有0.4米 相当于参赛者的操作空间压缩了一半多 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失败 别看我已经有十多年的站在了 还是很慌 相比普通的汽车 载重卡车的惯性更大 要想顺利地飘移入库 驾驶员必须抓住正确的位置和最佳的时间点 精准操控卡车完成这一课目 然而这样的训练目的又是什么呢 虽然说大家看飘移 觉得惊险刺激是驾驶员的陷阱 但是在实战过程中也能运用得到 车队行驶才遇到断桥 断崖 河流 等路段受阻时 必须要求驾驶员 沉舵冷冰 赶大信息 迅速做出汽车的档 在实战中 汽车兵只有掌握过硬的飘移技术 才能够应对各种突发危险 那么这两个人的极限挑战 谁能更胜一筹呢 先上场的是新进车神张思雨 他要挑战的是8.5米的间距 必须精确地把控好车速 踩刹车 以及转向的时机 才能把握入库的最佳角度 确保车辆产生的惯性 不会超过误差 有点靠线 然后重新来一种 第一人第三列 加油 这个点肯定是早很多 不是早的一心半点 所以说才会早就这个出版 现在车距离后边 老远距离了 有四五米远 8.5米的间距 张思雨挑战失败 那么接下来 还要将间距 再缩小0.5米的流景量 真的能挑战成功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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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了 我在那练着 到我手里入骨的时候 我倒倒不进去 飘怎么可能飘进去 不相信我 差那么一点也太可惜了 后边有差多少 二十多分左右吧 二十多分左右吧 好了 这碗肯定好了 相信我 这碗肯定好了 终于下一端就成功 加油 终于下一端就成功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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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空中和陆地上的绝活 那么我们再来到军港码头 这里又有什么样的绣花绝活呢 披波斩浪的舰艇上 造价昂贵 威力巨大的导弹 要通过吊装才能顺利补给 然而 要像操作导弹吊装车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进行平稳精准的导弹补给作业 必须要练就一手 精细活 这个大家伙可不简单 吊壁全部展开 长达46米 拥有130吨的起重量 是海军某试验训练区 执行最高级别导弹试验任务时的专用车 与平日里导弹补给不同的事 这一天 兵临28年 海军赫赫有名的锦牌导弹吊装手 谭光祥 即将在训练中挑战比吊装导弹更精细的绣花功夫 这个课目就叫我请大家吃鸡蛋 请团队长参加车上 比赛开始 它这个方程鱼要求比较 精度比较高 稍微拼一点 因为它这个平成玻璃的嘛 而且底下还不平 如果方程鱼稍微滑一点 它就倒了 所以调整的时候 特别有一种精度 挑战者需要操控吊钩 将一个带提手的玻璃瓶 叠放在一个倒放的玻璃瓶上 然后再将鸡蛋 吊放至上方的玻璃瓶口 两个环节 任何一个都不能出现失误 这对吊装手的精细操作 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如果放偏一点 这个瓶子会不稳 就会左右摆动 如果下次再往上放鸡蛋的时候 鸡蛋因为稍微偏一点 瓶子可能就会和鸡蛋一起掉落 尽管是在陆地上训练操作 但考验的是 在海面实际任务中 导弹吊装手连续操作时的精准度 导弹吊装手 平时面对的都是几米到十几米长度不等的导弹 任何一个磕碰 都可能对导弹产生损坏 这个课目正是考验吊装手 能否做到万无一失 虽然经验丰富 但唐光祥不敢有丝毫放松 已经放上去了很稳 他们俩用时很快 得看作物运行得很慢 但实际上用不动的时间很快 吊装操作最重要的就是胆大心细 所以在操作平稳的基础上 还要掌握精准度 那么面对挂绳已经扭曲的鸡蛋 唐光祥该怎么办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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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